另外花蓮施工所所办理为期两个月的海事生活节 海边野餐区系列活动 首场知识讲座跨国籍的野餐 6号的下午是在花蓮港商港登场 花蓮市长魏嘉芹表示 希望透过有趣的活动设计 将陆地的生活和港区的关联 延伸到海洋的资源 唤醒大家对于海洋资源和环境的重视以及关怀 更传递着海即是生活的概念 花蓮市工所办理的海事生活节 海边野餐区系列活动 首场知识讲座跨国籍的野餐 6号下午是在花蓮商港登场 先是由港公司进行投影说明花蓮港区的严格 再由专人带领大家一一达染港使馆 让民众更可以了解到花蓮港区的主要产业 以及码头作业演进 货物装卸的操作流程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灯塔 看到船舶 看到港口 那很少有机会来接近它 这次非常感谢花蓮市工所 海洋生活节的一个活动 把花蓮港安排进来 那透过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让花蓮的市民能够接近港口 在港口这个地方知道花蓮港在做什么 花蓮港能够做什么 花蓮市长魏嘉贤表示 希望透过有趣的活动设计 将陆地的生活与港区关联 延伸到海洋的资源 唤起大家对海洋资源及环境的重视与关怀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在花蓮港的部分 也能够有更多的活动 跟花蓮市来持续合作 那我们相信未来会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 港口跟花蓮市非常重要一个脉络的关系 那花蓮港今天 今年也是90周年 我们期盼用不一样的心情来认识这个港口的前世今生 那跟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希望透过海市生活节 让花蓮市的民众 还有来到花蓮的民众 更能够了解整个花蓮过去到现在 非常重要一个发展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饮食食欲的教育 能够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到 海洋资源不是无穷无尽 但是你只要懂得去保护它 它却可以造成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的来源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爱护海洋 爱护自己的环境 在这堂讲座中 擅长料理贝果的店家黑与贝果 这次也利用东海岸跨国籍的渔民心 鬼头刀 创作出野餐点心 让民众在聆听课程时 也能品尝到美好滋味 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记者徐黎晴花莲市报导